大家好,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角色攻略 萌新必看的超详细那我要培养攻略 简单易懂,那我要配对 那我要抽选建议 那我要毕业面板等等 纳维亚 想必有很多旅行者 已经抽取到这个大名鼎鼎的赤眉会现任会长 兼领导者的纳维亚了 可能有很多萌新还不知道 纳维亚该怎么去养成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期 萌新一看就会的纳维亚养成攻略 纳维亚作为五星岩系双手剑角色 他的定位偏向于驻场输出型 依靠失取结晶反应掉落的晶片 或元素爆发,命中敌人 获得猎金弹片 然后通过施放元素战技 打出玫瑰金弹作为主要的输出方式 具有大数字的暴力美学 瞬间爆炸的出伤能力 当角色满级突破时 会获得额外的38.4%暴击伤害加成 现目前的 我给大家的推荐配对 只有一个 那就是纳维亚加宁光加班尼特加弗宁纳 当然 没有弗宁纳的旅行者 也可以把夜蓝 八重绳子 甚至是香灵 行秋 托马作为弗宁纳的下位替代 很多老玩家 可以会用钟离或者阿贝多来代替宁光 在我眼里 钟离和阿贝多都是不如宁光的 纳维亚驻场输出时 需要大招启动 钟离的铲球太少 不能缓解纳维亚的充能循环 阿贝多的花太翠一胖就碎 因此最佳选择还得是宁光 在高压环境下 宁光可以携带四座金箔 增加队伍的容错率 低压环境可以考虑换成金五的 讨龙来增加纳维亚的输出能力 宁光的圣遗物 还可以堆叠充能携带四流放者 这一套四星圣遗物 来缓解整个队伍的充能循环 当然 后续我也会给大家出一个较为详细的攻略视频 来详细的讲解 这个队伍的输出手法 以及配装思路 然后就是纳维亚的武器推荐 首选的五星武器 当然是双手剑砖武 裁断 该武器满集时 拥有较高的674点基础攻击力加成 附属性 还携带了22.1%的暴击伤害 再加上武器被动 拥有额外的20%攻击力加成 被动满城时 还能提供的36%的增伤区 是最维气和纳维亚的一把武器 当然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原石 给纳维亚抽取这把武器 也可以考虑 尾海性标作为下位替代 除此之外 狼墨和蜈蚣之剑 也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连这几把五星大剑都没有的话 那么越卡武器 尸骨剑总该是可以了吧 除此之外 这几把武器的伤害差距 也可以简单的告诉大家 已经易裁断的伤害作为基础 尾海性标 可以达到专武89.1%的伤害量 狼墨和蜈蚣 大概可以达到专武的87.9%的伤害量 金武的吃骨剑 只能达到专武的81.1%的伤害量 当然 不同的配对和圣遗物差距亦有不同 以上数据仅供参考 接下来 就是纳维亚的圣遗物推荐 完美的毕业圣遗物套装 自然是新出的 回升至灵液化 四件套 不过因为是新出的圣遗物副本 实在没有太好的圣遗物携带时 也可以考虑 二剧团加二攻击 圣遗物作为过度使用 圣遗物的主词条推荐 攻击沙漏 岩伤杯 暴击头 或者暴伤头 天赋推荐 普通攻击9级 元素战技10级 元素爆发9级 裁断推荐面板为 暴击率70加以上 暴伤220以上 攻击力2200以上 推荐元素充能效率 最好能够达到130左右 圣遗物有效词条为 暴击率 暴击伤害 百分比攻击力 以及元素充能效率 当然除了专武的 面板以外 其他武器的推荐如下所示 有需要的小伙伴 可以暂停截图保存哦 以上面板 均为0命纳维亚的参考面板 纳维亚一命 可以缓解部分充能压力 因此 在解锁一命后 可以把充能压低到110左右 纳维亚的二命 可以给纳维亚最主要的元素战技伤害 提供36%的爆击率 因此 在纳维亚解锁二命后 爆击率建议控制在50缸60即可 以下为纳维亚解锁二命后的推荐面板 最后就是纳维亚的抽取建议 以下是纳维亚不同命座 在推荐配对下的伤害差距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纳维亚每个命座都是很实用的 纳维亚二命对比 零命伤害大约提升22.5%左右 三命提升44.63% 四命提升58.41% 六命提升113.96% 六命加金五的提升大约有143.96% 中上所述 纳维亚得抽取顺序为 纳维亚才断大于二命 大于三命 大于六命 武器精炼 作为老玩家 我建议有实力 且喜欢纳维亚的玩家 可以考虑抽到2加1 当然纳维亚的情况下 也是可以做到深渊满星的程度 喜欢纳维亚的玩家 也可以放心的下这一期的武器池 雾切 作为陪跑的情况下 即使歪了 雾切也是不亏的 在我个人 看来纳维亚是一位 数值略微有些爆炸的新角色 但是在我这两天的反复研究下 纳维亚 其实并没有特别适配他的队伍 听说未来 还会有一位名为千只的新演戏角色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这位新角色 将会成为纳维亚最为忠实的队友 简单的来说 纳维亚的上限不仅仅如此 未来可期啊 那么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视频对你们有帮助 还希望各位观众老爷 可以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关注我 下一期视频 给大家讲解一下 纳维亚配对的配装思路 以及输出手法 所以这里整理了一份懒人专用的收集攻略 首先是地区首领掉落的素材 由兵方族取的科培流斯提供 合集需要46个 带上草原树相关的配对 可以快速通关 其次是跟天赋通用的 伊瑟结晶石 这个需求量比较大 但是整个风丹海域都有 如果不想去海底打一种的话 可以去这两个地方逛逛 分别是风丹亭北边的海滩 以及西北方向的风场那里 这两个地方有大量的一种可以打 然后是最关键的168个出入资源 这个只能在自体资深之塔那里收集 一共有75个 加上角色试用时给的三个 以及在破西服那里买的15个 刚刚好168个 所以只要去搜刮两次 就可以凑够了 由于是在海面之下 虽然分布很密集 但是高低落差太大 所以这里建议 有时间就去塔那里潜水 遇到了就顺手捡了就好 路线图什么的 就算寄了也没用 就不浪费那精力了 因为根本寄不住 所以有空多往塔底下跑跑就好了 最后是天赋突破的素材 跟阿维莱特一样 也是公平系列的素材 仅在1、4、7这三天可以获得 至于周本的材料则是无光丝线 每周记得按时刷本就行了 最后希望大家都能抽到喜欢的角色 如果跳过的话也行 毕竟炎对现在的处境确实很尴尬 走吧 我的好搭档 我会把这个刀子探索了 就这样是今天 我会把这个刀子探索了 你不认为好事 我会把这个刀子看起来 我会把这个刀子探索了 再用这个刀子探索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